明老师刚讲到20大召开之前 中国的维稳更加的强力而紧缩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骚扰台湾的军事动作 已经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新常态 那特别是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海峡中线 另外一个指标是最近几天接连着 都是无人机直接骚扰金门 好 这样子的骚扰动作正在进行跟发展的同时 美国国会在推动的是2022台湾政策法 而且台湾政策法事实上外界评断 很有可能实质掏空一中政策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演习的那几次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就讲过一件事情 你当时讲说这样子海峡中线就不存在了 我说对 我说我同意 但是还要看后续的发展 那现在后续发展来了 我们就先抓了新常态这问题来谈一下吧 在上个礼拜 中共的共军的东部战区就发消息 说他们前一阵子在台湾地区所进行的什么战备 什么演训什么等等 将来会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军事行动 那为什么这样呢 根据台海形势变化 因为它的前提是台海形势变化了 所以它进行常态化军事行动 当时我们看到这话我们就问 那怎么个常态化法 然后很快共军团业出来讲说会常态化 美国反应非常快 美国说你们就是借着这个陪洛西访台 拿这件事情当借口进行军事演习 然后想要企图建立新常态 让国际社会退缩 好 那也就是美国跟中共 中共先说了新常态 然后美国开始反驳 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第一 到底会不会成为新常态 第二 新常态如果有的话 会长成什么样子 每月来一次 每月来两次 或者两个月来一次 然后重复的全部的经常性的 这样子常态化吗 还是部分性的去演练一下 好 那如果是部分性化 那哪些比较可能 我们刚数了大概9点到10点 哪些比较可能 现在看起来所谓常态化当中 以目前的两岸跟国际形势来判断 可能比较会常态化的 第一个 突破海峡中线 而且大概是飞机 而且来了就走 来了就走 来一下然后就出去 来一下进来就出去 那他也说破了海峡中线 所以飞机骚扰 再来就是船舰骚扰 船舰当然进来出去 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毕竟也不是很容易捉摸 所以船舰也可以想象 这第二个 第三个 是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 但是还没有真正发生的 就是两艘航母绕台 不管是同方向的 或者反方向的 一左右的绕台 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一旦中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美国的航母跟日本航母 一定也会在附近 一定会盯着看 所以到时候绕台 恐怕就不只是两艘航母 但是这个我们必须计算在内 再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 网络攻击跟电子战 那这个可能是不所谓发生 所以今天我们把上面的 中共这次军演的一些细节 跟诸援都详细排列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推估 大概所谓的常态化的内容 不外乎刚刚讲的几项 突破中线 飞机跟军舰骚扰 航母跟网络战 电子战 大概要常态化 比较可能是这样 那哪些事情不太会发生呢 就不太会常态化的发生呢 第一 打飞弹 尤其是封锁式的打法 打到台湾东部的 或者说打到航道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大概不会太常见 第三 不管是用军舰 或用海军 或是用飞弹或是用什么 对台湾进行包围式的这种演习 大概不会很常见 第四 全面进攻式的演习 大概不会太常见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看完之后 大体的了解 如果是常态化的话 大概常态到什么地步 然后不能常态到什么地步 我们现在讲的是 如果没有什么外国干预的话 好 那现在我们要把 另外因素加进来 如果有外国势力干预的话 那常态化会到什么地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演习 国际的反应 第一 我们刚刚提到 美军三艘航母是过来了 然后卡在关键位置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很早讲过 明洁兄过去提过几次 但这次好像并不很明显 什么东西呢 美国的核子潜艇 我们在节目上讲过 我记得明洁兄特点 还给我们看过那个照片 说这个是什么什么 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 美国主动发布消息 泰尔沙俄亥俄级的核子潜艇 内华达号 上面可以加载了 是20枚的三叉戟飞弹 然后加上几次枚核弹头 一月份的时候 在关岛海军基地附近 这次出现过 然后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所以这只有一艘而已 我们晓得可能还不止一艘 我记得明洁兄还提过 海狼号的这个核子潜艇 那么也就是说 当美国发布消息 然后突然不见的时候 你必须猜测它可以在这附近活动 尤其是八月份 当这个裴洛西要来 然后中共方面搞了这个事 事态非常紧张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合理推测 核子潜艇在这附近不是很远 它应该在水底下保护的 甚至就是警戒的 可能准备出手 所以第一这是美军的行动 第二我们刚刚提到日军的这行动 第三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 在事情发生之后 有40个国家跟国际组织 联合抗议跟谴责中共 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 中共打飞弹只打了一个下午 打了几个小时而已 有些现在觉得说 怎么会这么快过去了 当时我们就讲 因为这是国际航道 它不能影响到国际的政策航运 否则大家会真的跟它过不去的 所以它是做个动作 但是它不能连续 这是第三个反应 第四个反应 当时我们也跟它预测 很多国家因为这件事情 会连续访台 然后在言论上挺台 现在各位看到了 所以并没有减少 然后接着来的 看到德国跟法国的战机 现在来到亚太地区 要进行演习 印度这两天讲话 说如果中共要打台湾的话 我这边可以考虑 开辟第二战场 这个不一定是真的 这边可能是一个 就是印度的一个将领 或者发个讯号 讲的话 就是警告一下 它可能跟美方打过招呼 可能没有打过招呼 它也可能是跟军方打过招呼 也可能没有打过招呼 完全可能是一个军人的 它个人的一个突发奇想 但是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 它是有分量的 也就是我们从战略上 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 那这一点呢 其实中共自己晓得 1979年他去打越南的时候 他当时就有过三个方案 大打 中打跟小打 所谓小打就是 我军队打进越南去 然后跟越南打成一团 然后最后打完了退兵 中打就是我打越南 然后进去之后 一下子出不来 我跟他打一阵子 甚至一不小心 他被越军打进来一部分了 然后我就想把他打出去 叫中打 什么叫大打呢 我在南边打越南的时候 北边苏联打我 所以我必须回头去应付苏联 当时在北边是有重兵的 在中苏边在这边等着的 叫小打中打大打 印度讲的话呢 完全符合这个逻辑 就是你在那边打台湾的时候 我在这边呢 要开辟第二战场 所以你必须 必须要分出手 至少你要分心得看我 这样从而在战略上 减轻了对台湾的压力 好 第七点 我们现在知道 今年下半年度会有更多的演习 然后在这个事情 在前一阵子事情那一波 刚刚落幕的时候 中共不是非常生气吗 一直在重复刚刚讲说 这个没有海峡中线了 然后新唐太什么等等 美军就讲 我们过一阵子 我们船舰要通过台湾海峡 中共不是跳爆跳如雷吗 你过来我就打等等等等 现在美国过去了 美国两艘的这个 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舰 前后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很明白讲 第一 我就是给你内海话打脸 第二 我就是给你常态话打脸 第三 我重划一次海峡中线 我看你怎么样 我竟然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 中共对这些事情非常低调 那我常常在讲 观察这些事情呢 我们得问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 所以现在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中共这次军演 跟未来是否常态化呢 我们得问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请各位回想一下 这一次中共军演之后 国际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你一定会有印象 无所谓对错 你的印象是国际的反应是什么 都反弹 对 所以中共原来的想法是 我这次对台湾军演之后 我反正你们都吓住了 不是 没有被吓住 当然是被激怒了 请各位注意啊 我们问的是一个关键问题啊 中共军演之后 国际的反应不是被吓住 而是被激怒 我刚刚列写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激怒的反应 所以到下半年 各国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是被吓住还是激怒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下一个 就你刚提的 这个台湾政策法 台湾政策法 酝酿一段时间 在共和党 在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里面 主席江湾共和党的一个议员呢 提出来了 当时我们就预言 中共这次军事演习之后 第一 台湾政策法会重推 第二 台湾政策法当时就要暂停了 不是害怕 而是要因应新的形式 我回去要修订的 我要去强化的 好 现在我们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 代表说可能要更暗名称 改不改成不知道 但是这个法里面可能会谈到问题 第二 把台湾升级为非北约主要盟国 这件事情当然过去发生过 其实也没有什么 还去重说一次 但它的重点在于 我把这件事情重申之后呢 我告诉你它的重要性 第三呢 军售 它给了具体数字 第四 它讲明 要有更多的军事合作 第五 那么这里面讲了 中共犯台呢 我不但要贺助 将来我要制裁 然后第六 美台之间呢 仍然保持非官方关系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照我刚刚讲 台湾政策法是这样推的话呢 大概台湾跟美国之前 除了官方关系之外 其他东西差不多都有吧 也就是台湾政策法 如果真的照我们刚刚讲的方案 推出来的话 那几乎就是 没有官方关系的官方关系 就准国与国关系 准国与国的关系 准国与国的官方关系 对 就这意思了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做结论了 中共说我要搞新常态 对 是 你可以搞新常态 然后反问一下 我刚刚讲说问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 你可以搞新常态 人家不可以搞新常态吗 你搞成新常态之后 真的就变新常态了吗 所以如果照我们刚刚的分析 如果站得住脚的话 各国被你对台湾的这军演 不是被吓住 而是被激怒了 所以当你中共弄 你所谓新常态的时候 别人一定会弄新的新常态出来 所以美国会玩新常态 我们相信日本会玩新常态 你刚刚不是讲了吗 它要搞得1.2兆元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就新常态了 所以美日都玩新常态 那欧洲要不要来 北约讲过了 加拿大来过了 澳洲 纽西兰 印度 是不是会玩新常态 然后刚刚讲是个别国 我们在讲同盟 美日同盟会不会来新常态 澳英美同盟会不会新常态 北约会不会插手玩新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中共还有能力玩新新常态吗 我们在讲什么呢 我们讲的是因为你挑战国际秩序 你挑战普世价值 如果欧美社会像我们所说的 普京这次打了乌克兰 大家认为是欧洲希特勒的话 今天你习近平对台湾拘演 大家认为你是亚洲的希特勒 大家就等着去制裁你了 大家讲的新常态就这一次 好我们稍后回来